由于新冠病毒 人们开始得病 如果我们生病了 或者接近了生病的人 我们必须待在家里 割离意味着您生病了 您必须待在家里 远离其他人至少十天 不要公用房间 除非您不得不这么做 家庭成员或者室友 应该离开您的房间 护理人员和帮助您的人 应该戴上口罩和手套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要好好洗手 护理人员可以把食物和饮料 放在您的门外 我们不想让我们的护理人员生病 护理人员还应该清洁 可能被您碰到的任何东西 简易隔离意味着您没生病 但是您可能已经接触过新冠病毒 这意味着您接近过生病的人 卫生部门的联络追踪者会打电话给您 让您知道您已经暴露在病毒中 为了保护他人 您应该待在家里十天 或者知道卫生部门说您没事 您应该戴口罩 远离他人 用肥皂和水洗手 清洁所有您触摸过的地方 以防外衣您生病了 这将确保每个家里人的安全 与联络追踪者保持联系 以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做的信息 简易隔离十天后 请继续检查您的健康状况 四天以上 如果您生病了 您必须隔离 并致电卫生部门或医生 以查看是否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如果您正在家里 照顾生病或隔离的孩子 这意味着他 可能因为接近过生病的人而生病 您必须也要照顾好自己 每次触摸孩子 可能触摸过的东西后 请用肥皂和水 很好的洗手 清洁可能被病人碰到过的任何东西 戴口罩 如果可以的话 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对于年幼的孩子 这可能很难做到 尽力而为 并在需要时 向卫生部门工作人员 寻求帮助 让患病的孩子 也就是被隔离的孩子 远离家中 这有助于帮助每个人保持健康 如果您生病在家里或隔离时需要食物或其他帮助 请致电211寻求帮助 保持您和家人健康的最佳方法之一是 与您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人 待在一起 避免与其他家庭聚会 来自不同家庭的人聚会 人数应该不超过10人 有人可能患有新冠病毒 但没有咳嗽或者发烧等症状 因此他们不会感到不适 或者看起来不舒服 因此最好待在家里 在疾病流行期间不要聚会 如果您可以上网 汤普金斯卫生部门会提供很多信息来帮助您 或者当联络追踪者给您打电话时 向他们提出问题 这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在一起 希望您早日康复并保持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